And Yo! What's up YouTube? 戴手套等下去打油 那今天呢 我会带你们去 Dual Residency 还有 St. Mary Residence 希望今天可以顺利拍完两栋库 这个库库在 KLCC 那一边 那今天所拍的这两个库库呢 主要是分享同一个发展的一个作品来的 也就是 E&O Eastern and Oriental 我记得他在Pinang是很红了 以前是从 这个Hotel酒店的这个生意开始 然后就慢慢做发展 做去发展商的 然后现在在中国也是他的 他的广告也是蛮到红一下的 比是我开WeChat的那种 那么在我后面这一边呢 是 其实我来到Dual Residency 了 在Galantun Razak 后面这一边 然后他的隔壁这一边呢 就是 E&O的这一个 我们讲Conlay的showroom 这个Conlay的showroom 然后这一栋楼呢 刚刚起好了 这个是Aria那一天 我有给你们做一个review的 那基本上这一边呢 Dual Residency WOW 因为它靠近大马路 所以会比较吵 那这个Dual Residency 这一边呢 它是比较靠近 它隔壁就是这个Singapore Embassy 然后走不远就是Aria那边 Aria的对面就是日本的Embassy 然后对面那一边呢 它就是有一个美国的Embassy 所以大多数这边附近呢 都是这个大使馆 非常安全 那你可以看到这两block 它的设计就非常的 就是很四方 很长方形啊 And 华人就很喜欢四四方方 然后一个重点就是说 它有Belcony 很大的Belcony And 它的单位多数都是2000多Sqft以上的 在KLCC里面呢 如果你要找大单位的这个Condor呢 比较少 因为大多数呢 都是来这边做工的嘛 所以通常有家庭的话 它们都不会住市中心 除非真的是外国公司 外国公司要它过来这一边 住一年在这边工作 这样就不同 可能它跟它家人一起搬过来 那大单位呢 就适合它 Dual Residency 是其中一个选择 但是Dual Residency 等下你会进到去啦 它有一点就是说我不喜欢的就是它里面就非常暗 然后它没有什么接触到这个阳光 好 这边的Facility 进到去就是这边 其实进到来是不给拍照 我也是很快带过吧 然后是很有绿色的感觉 因为在城市嘛 所以需要一些绿色的东西去Balance它 然后上面你会看到很多这些Bamboo啊 OK 一点我最喜欢呢 就是它的Car Park 就是Car Park除了它给至少两个parking之外呢 如果你是比较大的单位 就好像Panel 它就给你三个Car Park了 而且都是很宽的Space的 你看 楼下这边呢 它有这个Laundry Service And Yeah 基本上Parking 就是这样咯 那如果你要找一个非常low density的单位 同时又是很大的这个房子 OK 这边Laundry Service 可能就是你一个其中的选择啦 因为只有288个单位罢了 288 从刚刚那个我们讲Security 大门口直接进到来 这是其中一个block的lobby 那边也是其中一个block的concierge 然后就走这边进去它的facility 基本上它的facility是在楼下是这一层的很多 那它的facility基本上都是在ground floor这边 然后很少会看到有 在KL有很大的这个Olympic size的泳池啦 是Olympic size哦 你不要熟这边啊 所以呢 进到去就是 哇哦 很宽 宽到这些多余的位置 不能要拿来做摩 但是至少你可以relax一下咯 好 这个就是泳池 刚刚我讲到这一边它没有什么view的 因为你看啊 它周围都是对着不同的这个structure 当然这个是KLCC啦 在这边你可以看到KLCC的景象 那个就是Over还是Aware 因为它Over跟Aware 这是Aware 这是Over OK 这是Over跟Aware 所以在KLCC里面找大户型的都是Dual Residency 因为都是两三千方尺的 然后都是超过三个房间的啦 这边的lobby咧 像我讲的啦 因为可能它用的这个气颜色 就是暗暗的颜色有点灰色 啊 我不知道它要怎样去express 感觉出来啊 but then 它又有点 金钟 呆 什么啊 不懂这样讲什么concept吧 把这些灯呢 它会开到晚上 这边也是很美的 ok 所以有点神秘感 它在这样暗的地方 然后它有一些 一些部分它会放射一些灯光下去 哦 哦 楼下这边就是parking了 那就给上面的阳光 直接照下去 然后第二就是可以拿来通风 哦 这个就是Library啦 原来Library 1 Library 2 这边有读书馆 里面真的是有书啦 真的是有书啦 不过是靠小 因为现在还是MCO 然后 yeah acidities 还是lockdown 然后前面这边呢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jib room 然后我对面这一栋楼呢 哇 非常靠近 所以它遮挡了一些 一些广线 然后里面自然呢 要打多一点灯就没了 反而那一边那栋楼呢 就是有自然广线 因为那边是Facing Singapore Embassy 那这一栋楼呢 都是有 block的view 那这一边呢 基本上就是有一个view 是blockview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Facing KLCC 还有这一个 啊 pool的这个view 所以有些人他会选择这一边 然后前面这边有一点点的display 基本上他是用植物 还有一些water feature 来 复制整个环境 感觉好像是看过风水了 目前呢 这边也是管道非常严 不过也是很好 他不给超过五个人上去 我们这边其实是刚刚好五个人 那就开始就 他们就问了啦 Security 结果我还是要出去了 所以呢我就拜托我的同事进去 大概拍一拍给 能的话 就拍一拍给你们看里面的单位 大概是怎么样的 你们看里边了 數字眼飞 我觉得 hah 只要 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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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